颱風被逼加外圍環流持續作怪 山東青島海邊出現風浪強勁 一對父子下海游泳被大浪捲走 好在附近的民眾出手相助 最終安全獲救 颱風被逼加前腳才剛走 第十四號颱風葡萄桑接力報導 十九號傍晚直撲大陸浙江一帶 現在是已經開始下起了大雨 同時雨勢也在不斷的增強 風勢也在不斷的增強 葡萄桑堪稱颱風界的飛毛腿 一天就狂奔一千一百公里 速度是摩羯颱風的四倍之快 現在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地 都陸續出現狂風暴雨 前塘江巨型潮水翻滾 排向岸邊 每年農曆八月十八中秋節後 是前塘江潮水最壯觀的時間點 但今年天文大潮 外加葡萄桑颱風登陸 潮水威力大增 當地是十二天晴 十二天音 不時還會有陣雨的天氣出現 十九號下午潮水已經淹到 觀潮第一層平台 觀潮風景區下午三點緊急關閉 並疏散遊客要預防意外發生 TVBS新聞葉志宏 蔡依潔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觀潮水 視頻 觀潮水 視頻 視頻 視頻